原标题 白起的巅峰之战是哪一场 不是长平之战 而是这场千里奇袭 战国四大名将是指战国时代四位著名的将领 千四文中以旗简脱墨 用军对境 宣威沙漠 十余丹青 来形容这四位将领的功绩 对于白起 王俭 连霍 立木 这四位战国名将 白起担任秦国将领三十多年 功成七十余座 歼灭近百万敌军 被封为武安军 所以白起也毫无悬念的 成为战国四大名将之首 提到白起的巅峰之战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就是长平之战 诚然长平之战斩杀了赵国的四十多万大军 但是此战的胜负更是由秦国和赵国国力上的差距而决定的 比如秦国的兵力 粮草领先等 对此 在笔者看来 白起的巅峰之战 是这场千里奇袭 一首先 这场奇袭战就是华阳之战 根据战国策 史记等史料的记载 华阳之战 华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二百七十三年 也即在长平之战 前的十多年 此战 秦国名将白起 蔚然率军在韩国的华阳街和南兴正北 一代同魏国 赵国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就华阳之战的历史背景来说 是秦国在综合实力上超过了赵国 魏国 韩国 齐国 燕国 楚国等山东六国 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山东六国来说 因为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 并没有一直齐心协力的对抗秦国 其中 对于靠近秦国的韩国 就经常在秦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摇摆不定 二群昭王在位的中后期 韩国倒向了秦国 这无一进入了旁边的魏国和赵国 为此 在公元前275年 赵国和魏国出兵进攻韩国的重要城义华阳 新河南省新正是一代 对于华阳来说 是中原的交通咽喉 所以 在韩国向自己求救后 秦昭湘王非常重视 立即派遣白旗等将领率军救援韩国 值得注意的是 处在秦国都城咸阳的白旗 如果按照常规的行军速度 很可 能到达华阳这个战场时 魏国 赵国已经成功攻占了这个城池 为此 白旗决定不按照常理出牌 而是以平均每日即行百里的行军速度 进行长途奔袭 三在战国这一历史阶段 虽然战国七雄都有一定数量的骑兵 但是 就各个诸侯国的主力来说 依然以步兵为主 所以 白旗然后秦军以平均每日即行百里的行军速度 进行长途奔袭 设在当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由此 当白旗的大军 突然出现在华阳金河南省新政市一代时 不管是魏国还是赵国的大军 都非常惊讶 也极没有做好应对秦军出现的准备 在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的效果下 白旗率领秦军大败赵 魏联军 根据战国册 史记本史料的记载 白旗率领的秦军 共斩首魏军十三万 俘虏三名魏国大将 至于赵国的大军 同样被白旗击败 而且也损失了数万的精锐力量 四最后 再歼灭十多万的魏 赵联军后 白旗率领的秦军 不仅守住了华阳金和南省新政市一代 还趁势攻占了魏国和赵国的多座城池 甚至迫使魏国献出了富饶的南洋地区 以此和秦国求和 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 白旗在华阳之战中的千里七夕 以反孙的兵法 拿下了华阳之战的胜利 对此 三国时期司马懿千里七夕梦达 或许也是受到了白旗的启发 总的来说 对于白旗的华阳之战 虽然造成的杀伤不如长平之战 但是此战的精彩程度更高 尤其是千里七夕战术的运用 无疑是影响极为深远的 文情怀历史更多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情怀历史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